歡迎收看混濁明明的宣派單元 By the way 我是Casper 我是Perry 最近呢我跟Perry是一起到Levis的店鋪 然後我們就 各買一件 沒錯 各自消費了一個庫款 但我們都還沒看過對方選了哪一個單品 所以不妨今天就介紹這樣的單品 順便看一下對方買了什麼樣的庫款吧 沒問題 那Casper 今天就是要來鑑定一下 牛仔褲的品味 OK 講到牛仔褲的品味 我覺得Levis LMC支線底下的M.I.J 絕對是一款不會輸的單品 Made in Japan 沒錯 首先這一次呢 Levis M.I.J系列呢 就是用了全日本的工藝 從布料到製作過程 全部都是在日本 同時呢 這一次的赤兒也加入了湛藍色的布邊 另外黑色的標上面還有用了 紅色像是日本國旗的元素進行點綴 五一一的款式 相信這個已經是不會輸的一個單品了吧 不會錯 不會錯 那Herry又選了哪一個單品呢 其實不瞞你說我也是買了五一 你也買了五一一 我也買了五一一 但是呢我買的是就是經典的原色這樣子 因為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這種 彎痛色調的感覺 然後就像你剛講的 他的褲子在標上面都會有這種點綴 然後其實在內側的部分也會有一個 像是日本國旗的標籤 代表M.I.J 然後上面也會有Made in Japan的字樣 而且他就連口袋啊 其實都加入了蠻多的細節耶 因為當時在看這件褲子的時候 就可以發現口袋裡面也有 LMC跟M.I.J的字樣的元素 而且也有代表日本的一個太陽的象徵 那五一一呢其實就是修身載管 然後呢他其實還有五零二 五一四啊也是很經典的款式 而且不得不提 任何一個LMC M.I.J的字線 都有一個特點 就是這一次他在後面的口袋啊 其實是用了藍色步標 加上我們平常熟悉的車線 對已經不見了 其實他沒有不見 他是隱藏在裡面 沒錯 他是完完全全的藏在裡面 經過多次的隨行 或者是使用 破壞之後就會變得越來越清楚 所以牛仔褲體現出來的 就是每一個人使用習慣的不同 而他這樣的設計 也讓每個人的不同更加的明顯 以上呢就是本次Migfit全賣單元 By the way 搶先開箱Levis的M.I.J字線 除了可以觀看影片之外 影片下方的文章連結 千萬不要忘記裡面 有更詳盡關於LMC M.I.J的相關報導 當然你也可以和我跟Perry一樣 到各地的Levis們 是體驗M.I.J系列的質感與魅力 我是Casper 我是Herry 下回我們在一起買東西吧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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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消息 這麼說 有消息